一進去你都會嗅到一股氣味 心理上都會覺得氣喘得比平時快 我覺得一個舒服的比賽環境 其實對運動員來說很重要 東京奧運之後 香港劍擊運動掀起了一股熱潮 有劍擊花美男之稱的崔浩賢 退役兩年多之後 今年四月重返港隊 就和大家分享首項任務是 其實在我比賽中都很緊張 因為我其實打比賽的時候 經常都會閉著氣很緊張 所以其實在訓練或比賽 我們都有練習 可能要有不同的節奏呼吸 可能在比較近距離就要駕駛 或者遠一點的時候 就整個人可以放鬆一點 因為我記得那次那個地方 可能是沙漠的一個場地 可能每次打的地下都會有一些沙 有一些塵 其實本身已經覺得有點骯髒 再加上可能戴著面罩很焗 冷氣又不是那麼大的時候 就會焗上加焗 你又會感覺到自己 好像每一次吸的那一口空氣 都是有少少骯髒的感覺 就會令到可能心理上都會覺得 氣喘得快過平時 因為我經常都會在室內的場館裡面訓練 我都會留意 館裡面會不會有充足的空氣流通 在室內其實都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污漬物 例如是健身器材或者地板 都會釋放一些甲醛 所以我都會很重視空氣的質素 因為我自己個人對氣味比較敏感 所以有時就算去到不同國家 去到不同酒店那些 一進去我第一件事 就會是要聞到房間 我覺得是舒服的 我才會整個人安心一點 如果真的有氣味的話 我都會可能要求轉一轉房 或者看看會不會可以拿一部機上來吸一吸氣味 我會想選擇一些有送風功能的空氣清新機 因為可能就算房間有股異味 我覺得如果有送風功能的話 就可以吹得散快一點的氣味 空氣污染物除了會影響運動員表現之外 亦都會影響一般人的健康 好像崔浩然這些有鼻敏感 又關注空氣品質的人士 挑選合適的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又有甚麼重要的考慮因素呢 最主要選擇空氣清新機有三個條件 第一就是偵測 第二就是過濾的效能 第三就是怎樣去增加空氣的流通 在偵測來說 在產品裏面會有智能的感應器 去感應一些無色無味的空氣污染物和致敏源 另外在過濾的效能方面 有HEPA filter 它可以過濾到99.95%細緻 PM0.1mm的微粒 亦都有活性碳的過濾器 亦都可以過濾一些氣味 以及一些揮發性的有機化口物 另外比較進階的空氣清新機 它亦都會有一個吹化的濾網 專門去除一些甲存 另外在機台的設計裏面 都會用了一個全機蜂蜜的設計 去防止二次污染 最後淨化了空氣 怎樣去透過在產品上 去循環 去輸送到家裡每一個角落 亦都是一個重要的準則 那麼多類別人 對於是 快樂 好多類別人 好多類別人 我們會不會有排隊的設計 我們會不會有排隊的設計